海南岛上人们最熟知的一条河流 万泉河 最近因为有很多的泉沿 组成所以叫万泉 是吗 万泉是泉沿的意思 对 这里有着惊险刺激的峡谷探险 爱美丽中国 探险帮大家 这里孕育出很多珍奇的热带水果 真的 这里的人们有着胶盘前部的独门绝技 有一个词形容美食的时候我知道都用烂了 但是这一次一定要说它 因为放在这里最恰当就是入口即化 这里是世界河流入海口中 自然风景保存最好的地方之一 我们在这可以看到这三条河吗 看到 这个是万泉河的往上游 原来这边两个是九徐江和龙龚河的汇河的地方 哦 真的是 所以大边变成山江入海了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万泉河流淌在歌声里的河流 正在播出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一曲经典老歌 万泉河水清有清 让发源于海南无垂山的万泉河被人们所认识 远方的家世日组就曾在二零一四年四月踏上海南岛 走进了万泉河 万泉河位于海南岛东部有两个源头 南支乐汇水为干流发源于五指山 北支电安水发源于黎母岭 凉水汇河兼佳鸡博熬汇入南海 全长一百六十三公里 是海南第三大河 因为地主热带 沿途有着优美的深海环境 所以万泉河被誉为中国的亚马逊河 我们曾走进黎母山国家森林公园 探寻万泉河的北源定安水 要往右边走 哇 哇 那个石头是冻的 这水挺轻的 看看里面河里有很多小鱼 在哪里 你看青春街队的一排一排 看到没有 这就是源头保护区里面的麒麟鱼 叫什么 也叫石林鱼 也叫淡水石斑 淡水石斑 陆主任告诉我们 这小小的石林鱼被它们看作是水质检测员 河水有没有污染 看看有没有石林鱼就会知道 这条河河沟 这条河沟为于黎母山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 禁止游人进入 生态保持良好 因此才会有大量的石林鱼繁殖 从现在开始在律师越来越难走 哇 要重手了 好 这根本没有路啊 好多石头都是尖的 河谷之中乱石丛生 越往上游的路越难行走 许多巨大的岩石仿佛从天而降 那是前面根本就没法走啊 你看这么大的石头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石头呢 陆主任 燕山运动那个冰川时代啊 第四代的时候 海南板块跟大陆分离的时候啊 就形成了这个石头跳起来 这个河谷啊 就把它冲刷 冲刷成这样一块一块的 壁壁式的一个块状 海南岛形成时的巨大作用力 在这处河岛中显得无疑 花岗岩石制的巨大岩石相互堆砌在一起 形成离道道前行的障碍 继续向上游行进 我们需要钻过这处 由岩石叠加而形成的天然石洞 好 谢谢 你看你身后还有那个壁虎 在产的蛋 哦 这个 这就是壁虎的蛋 已经有四季已经出河跑掉了 还有两个层在这里 哦 就旁边的这四个点 就是它已经破壳而出 然后另外这两个好的呢 是还没有出来 这个可能后面太长了 哇 好神奇 第一次看到壁虎的蛋 特别小 白白的 陆主任告诉我们 热带雨林河谷之中 也是各种爬行动物的天堂 壁虎属于咒服野出的动物 很可能就潜伏在这周边掩饰的缝隙当中 哦 等一下我看 我这个脚应该先怎么上 啊 什么 啊 好像就是壁虎 但是好大只 有这么大 吓死我了 走这 速度很快 就进去了 壁虎的 他来看你有没有动 我还没有送好行李承诺 他不会养你的 啊 这边现在是 通过这处天然石洞的时候 陆主任一再催促我们 加快速度 因为叠加在一起的巨大银石 并不稳固 可能会有垮塌的危险 啊 哇 总算是上来了 太不容易了 我觉得 哇 上来以后才发现呀 你看这石头特别悬 它就是一个很小的脚 就搭在旁边的这个石头上 那边搭的还挺多的 可是我们从这边过来的时候 站在下面根本看不出来 对挺危险的 这石头会掉下去吗 有可能会掉 因为上面这个有些松了 你看 有一点点的激青点 其实可以想象得到 当时地壳运动的时候 非常的剧烈 对 是吧 翻天覆地的 然后这些石头就这样就滑落 但是我觉得很巧妙的是 它刚好就露出了一个小洞 够一个人可以爬上来 是吧 这是大纪念的神奇 对 现在看还有点后盼 我们是往这边走是吗 通过这处乱石缸 我们继续向上攀爬 越接近上游 河道变得越窄 西水的水流已变得湍急 被水浸过的岩石异常湿滑 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短短五公里左右的山路 市这组用了将近三个小时的时间 才终于接近了万泉河北原的源头 陆主任告诉我们 万泉河有名多河 是因为在万泉河头及上游河段 几十公里的流域内 万泉河一直流淌在 五指山与里姆山的热带雨林中 其间有数不清的圈颜流淌出来的溪流 汇入了万泉河 这也成为了万泉河名称的由来之一 太滑了吧 小心点 平时水大的时候 是不是旁边这些都会有水啊 我都能看到一台机台 到了 我们终于从那个山后面绕过来了 这到了吗 你看前面就是了 那是坑冲出来的 就是那个大汉河 就是那儿 能看到 有一股水从上面流下来 那就是源头 就是万泉河的源头 总算是看见了 清幽的峡谷之中 在茂密的热带植物沿映下 一缕清泉 从岩石的缝隙中攀越来处 宛如一条洁白的丝带 探入了下面碧绿的潭水之中 从热带雨林中诞生了一滴水 从此开始了汇入江河 奔腾入海的旅程 这个水源 驻足在这有万亩原石雨林 与清泉潭水环抱而成的天然氧巴之中 之前的疲惫早已消失不见 再喝一口这难得的源头之水 就会感觉到为此而付出的辛苦 是万分值得的 好清凉呀 瞬间所有的疲惫现在都已经没有了 消失的无影无踪 特别的甜 而且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离源头这么近 喝到了最纯天然最自然的泉水 好舒服呀 周主任 你们经常来到这来喝这个泉水 是不是觉得一下子心情就舒畅了 对呀 喝到水后喉咙比较清爽以后就爱唱歌了 哦 鲁中成告诉我们 他从小生活在这片大山之中 因为工作的原因 已经数不清多少次踏足这里 但每次看到万泉河的源头 都会很兴奋 他们会用放声唱歌的方式 来表达对万泉河的热爱 我们海南的万泉河 好 万泉河北原的源头唱万泉河再适合不过了 对,可能唱得不好听,你不要笑啊 对,可能唱得不好听,你不要笑啊 好,开启啦 好,开启啦 万泉河水 亲友情 我便道理 送红金 亲爱民友 红民友红金 親民团结 大敌人 大敌人 好有气势啊 随着时大的变幻 这些曾经快炙人头的经典老歌 已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但我们相信,这些歌声中所表达的,人们对于万全海的歌颂与热爱,却永远不会过时 这里的雨林秘境很清闲 这里的峡谷探险最刺激 开美丽中国,开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万全河,流淌在歌声里的河流,正在播出 离开万全河北原源头,继续向东 万全河的南枝乐会水,与北枝定安水 最终在穷海市的河口水,汇聚成了一条河流 从这里开始,它被正式命名为万全河 万全河在这一段穿行于茂密的热带雨林中 两岸雄起秀丽的热带风光让人难忘 摄志组在这里进行离次,惊险刺激的万全河峡谷探险 因为是从峡谷底部向上攀爬 很多地方坡度陡峭,相比之前的穿越,强度更大 下来之后你能感觉到特别的原始,你看这些藤 它都是就长在你走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避开它,然后一路上来 很险的地方都有绳子,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 因为地处万全河下游的河谷地带,海拔高度降低 使得这片雨林之中更加的闷热潮湿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下坡了,完全没有路 这回知道什么是热带雨林了,就是热 走,继续出发 还好这段路程距离并不长 二十分钟过后,我们已经到达了山顶 接下来的这个环节,才是整个万全河探险之旅中 最惊险刺激的 热带雨林中,汇入万全河里条溪流 形成了一道山溅 我们要下到山溅之中 从水路速溪而下 克服深潭瀑布等各种地形障碍 最终到达山脚下 这一切都要从这高度达到九米的崖降开始 在我们的摄像师安全到达谷底之后 记者流沙开始挑战 身体往后仰 身体往后仰 对,对,对 走脚,走脚,走脚 看着脚下,上脚下 慢点,慢点 慢一点,慢一点 身体往后仰 我仰点 啊 可以了吗 啊,这就到了呀 我刚才都感觉 显然,九米的崖降 对于经历过百山百川行考验的记者来说 并不是太大的挑战 接下来,就是要进入溪水 与万全河进行亲密的接触了 只是这溪水的温度之低,却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水实在是太凉了 就像刚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一样 特别的刺激 你刚才听到了吧 那边瓷器、鼻伏的都是 哦,啊,各种尖叫 我觉得对你的肌肤 对你的身体都是 一种刺激 也许是刚刚出了一身汗的缘故 弱大地区的山泉水 竟让人感觉是如此的冰凉 仅仅是半身石头 还不能完全感知溪水的温度 面对更深的潭水 需要全身投入一凉到底 这里有多些 这里有四五米分 这五米啊 慢慢慢慢就看不到石头了 已经 来了 有有我不怕 记者流沙轻松地游过了这个 四五米的深潭 但是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 似乎就没那么轻松了 我们的摄像师不仅不会游泳 而且恐高 碰到这样的拍摄任务 只能是勇于挑战自我了 从刚才的那个牙架 他第一个下 就堕塞的厉害 然后刚才我们跳了好几次 他每周都是表情最丰富的一个 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 很挑战你的胆量 还有极限 除了你跟自然亲密的同时 你觉得你整个人都开心了 开朗了 每个人下来的姿势和状态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说是千姿百态 我们已经笑了一路了 真的很欢乐 据说后面还更惊险 不知道我们的这位摄像大哥 会有怎么样的表情 献给我们 这段被开发为 速溪探险的河道 长达九公里 落差达到了两百多米 海南特殊的火山熔岩地貌 在这条山谷中形成了众多 形状各异 大角不同 深浅不一的石窝 溪水注入其中 就形成了这绝对天然的探险乐园 非常快 他没有来得及反应 你就已经掉到水里了 太刺激了 我觉得这样的也很值得 当人们逐渐适应了这 溪水的温度 克服了内心的恐惧 接下来 就可以纵情于山水 享受这自然的馈赠了 临近终点 我们即将面对此次探险中 最具挑战性的一关 瀑布西架 潺潺的溪水 在汇入万泉河前 形成了这道高差将近20米的瀑布 要想到达岸边 就必须从这条瀑布 膝架而下 被瀑布常年浸泡的石头 异常湿滑 借着流沙脚架打滑 摔了一脚 但是不用担心 有专业人员与设备的保护下 这样的户外探险运动 是有安全保障的 它所挑战的 更多的是人们自己 内心的恐惧 在下的时候你还是要随时要找有石头 可以踩住 在教练的指导下 记者流沙顺利完成了西架 只是接下来 她还要从这三米高的台阶上 纵身跃入瀑布下面的深潭之中 虽然不高啊 但是你现在这样往下看的时候 心里还是会害怕 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有多深 也害怕身上会磋到下面的石头 这个河水现在打在我的身上 就像是小冰狗一样特别的凉 从三米高的地方纵身跃入深潭后 记者流沙似乎已经从这项极限运动中 体会到了挑战自我的快乐 她还想挑战旁边的一个六米高的跳台 刚刚从三米的高度跳下去 我现在的心情很激动 你看我还拿到了我们的旗子 远方的家江河万里行 我现在要重新挑战六米的高度 比刚刚都要高一倍 带着我们的旗子一起 就像是远方的家这个栏目一样 敢于挑战勇往直前 走 现在就出发 来了 一 二 三 走 季前山水 港五江河 经历了这样一次深度体验之旅 我们再一次争气地感受到 自然山水所蕴含的无限魅力 爱美丽中国 看远方的家 这里运语出很多珍奇的热大水果 真的 真的 这里的人们有着胶盘前部的独门绝技 有一个词形容美食的时候我知道都用烂了 但是这一次一定要说它 因为放在这里最恰当就是入口即化 这里是世界河流入海口中自然风景保存最好的地方之一 我们在这可以看到这三条河吗 看到 这个是万泉河的那个网上的上楼 连着这两个是九徐江和龙龙河的汇河的地方 真的是 远方的家特别节目万泉河流淌在歌声里的河流 正在播出 我们曾在这片被万泉河滋养的土地上 品尝到了很多奇特的美味 在琼海市塔阳镇的大树农场 各种珍奇的热带 亚热带水果 就曾让视剧组大开眼界 鹅梅 鹅梅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品种 它是属于梅科的 它挂那个形状又很好看 这个梅子你看 就很像一朵花 对 是不是 又成六角形的 熟了以后都变成金黄色的 这个是没有熟的 如果熟了的话就是金黄色 你看这边一溜真好看 像一串小灯笼一样的 像现在是能吃还是不能吃 还可以吃 我可以尝一下吗 可以可以 第一次见 就很好奇 那我随便摘一个 其实有一点不忍心 因为实在太好看了 就像一朵花一样 你看 这是六瓣的 这个很干净 它不招虫的 味道很色 好酸 又酸又涩 第一口下去 当它那个汁水 撕出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整个人都在打冷颤 谈毛一下就竖起来了 那这个梅子 它一年可以收获几次 塑造 四次 它可以产塑造果 产量很高 林文柱告诉记者 因为万泉河从琼海穿过 这里又属于海岛型气候 所以热带亚热带的水果 在这里都能够长得很好 目前它的农场就种植了许多特有的品种 这个很有意思啊 神秘果 什么叫神秘果 它的果就小小的 然后出到 出下去以后 差不多15秒钟 就可以把轮的味节啊 全部改变为甜的 不管你吃酸的 辣的 全部 都是甜的 这种被称为果园里的魔术师的神秘果 原产于非洲 它还有一种变味蛋白酶 虽然并不能真正的改变食物的味道 但却可以改变人的味觉 这个就是神秘果 吃了它以后可以改变你的味觉 面对这种神奇的果实 记者想起了刚刚吃过的酸色无比的鹅梅 神秘果 真的能改变它的味道吗 记者决定现场做个试验 现在的内心很期待 然后又有一点忐忑 不知道真的有没有那样的效果 那你可以试验一下了 除了这个神秘果以后 差不多20秒钟 你再吃这个鹅梅 它就变成甜的了 好 还要过20秒 不会像刚刚那样色色的 对 刚才好酸 行 那我试验了 是脆的 里头像有糊一样 带一点苦味 其实这个神秘果也有一些色 苦苦的 色色的 这个真的能改变味觉吗 真的 怎么越嚼越结的像那个板栏根啊 而且这个吃完以后 有蛇根会有一点麻麻的感觉 现在时间可以了吗 可以的 差不多了 可以了 这个要吐掉吗 还是垫进去 也可以 吐掉了 那里面有一个种子 哦 种子 好 其实说实话 吃完这个神秘果以后 我嘴巴里面特别不是滋味 不好受 我期待这个进去是甜的 真的 真的变甜了 嗯 刚才这个梅子我吃一口我都受不了 我就特别喜欢吃甜的水果 可是这个 现在我完全一整颗我都可以把它嚼下去 虽然还是有一点色色的感觉 但是已经 那可能时间还不到 已经不酸了 刚才是特别酸 嗯 真的很神奇呀 那就是接下来这一个小时 神秘果的神奇功效让记者惊讶不已 我们不禁想到 如果吃药之前 能够嚼一颗神秘果 那岂不是会使良药不再苦口 其实 早已经有人 将神秘果制成了糖尿病人需要的甜味的变味剂 不过由于神秘果在中国的种植范围有限 市场上一斤神秘果 要价六七百元价格昂贵 林文竹说 十几年间 他在农场中尝试引重的热带植物 几乎都获得了成功 哇这个好可爱呀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榴莲蜜 榴莲蜜 它是起榴莲的优点 波罗蜜的优点 两种改良成功的一种新产品 哦 那也是属于嫁接的是吗 对对 哎呀太可爱了 你看这么小这些更小 哎 啊 捏上去毛毛的 对 那它这个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它就 取代那个榴莲的香味 淘汰那个榴莲的那个臭味 臭味 所以说公共场所 它也能够携带榴莲啊 就没办法 嗯 进那个公共场所 对榴莲很香 但是它的味道很大 特别刺鼻 有些人他就接受不了 嗯 这个呢 它就没有那个味道 但是它保留了榴莲的香味 哦 哎那这个真的很好啊 是这儿特有的吗 其他地方能不能买得到 其他到目前为主 就足有刚刚新种的这边挂果而已 外面基本上啊 还是很少很少 嗯 林文柱告诉我们 目前这种榴莲蜜 属于刚刚引进的品种 市面上还很少见 它试过推向市场 结果大受欢迎 批发价 每金能卖到25到28元 是榴莲的三倍 菠萝蜜的十倍以上 遗憾的是 设置组拍摄时 榴莲蜜还没有成熟 记者没能品尝到它的味道 因为万全核的流青 给这里带来了丰盘的灌溉水源 使得琼海这一块冲击平原 成为物产风鸟之地 哇 那这个就是小辣椒是吗 也叫七海椒 可以 可以吃 它在生长过程中啊 会变成好几种颜色 等到它变成红色了 像这样变成红色了 就表示说已经成熟了 可以吃 它是靠颜色来辨别 那刚刚出来的就是这样 有一点紫绿紫绿的 这个好像我们平时吃的那个 紫番薯像不像 对 然后这个是小金菊 然后如果倒红色的话 就证明可以吃了 对 真好看 那我能尝一个吗 这个辣不辣呀 辣不辣 很辣 它的辣度啊 比朝天椒啊 还稍微辣一点 我有一点后悔了 我以为是甜的 就像那个水果椒一样 很辣呀 比朝天椒还辣 可以这么光嘴吃吗 可以 看你怕不怕 它长大了嘛 长大了才能变熟嘛 但是好可爱 像一个小宝塔一样 您尝过吗 就这么直接吃 有没有吃过 没有 不敢 好 那我先试一试 我帮您试一试 辣 真的辣 我觉得我咽不下去了 等一下 很多辣椒是 你要嚼一下 它的那个辣味 才会释放出来 但是这个就第一口下去 很脆 它那个汁出来了以后 我现在整个舌尖 都是辣的 而且还有那种刺刺的感觉 您要来尝试一下吗 我不敢 我不敢出辣的 真的很辣 这个辣椒 那平时这个辣椒 你们卖出去以后 他们都是用来做什么 做菜吗 做菜 一般啊 一盘那个菜啊 一小半就很辣了 对 我这一口 就是一小半了 已经可以炒一盘菜了 对 那这个辣椒 这种七彩椒 是临门柱一年前 从台湾引种过来的 海南人原本就有 用辣椒制作蘸料的饮食习惯 因此 一经推出就很受欢迎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很多当地人把七彩椒 当作盆井买回家 既能观赏 又能随时采摘食用 可谓一举两得 今天真的是酸的也尝了 甜的也吃了 现在辣的也吃了 就剩下苦的了 我就已经品过了 人生的酸甜苦辣 这个辣的够味儿 万泉河不仅滋养了 沿岸飞沃的土地 还赋予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勇于探索的性格 摄制组曾在万泉河下游的 群海市檀门镇 记录下了檀门人 浇盘浅补的绝活 品尝了原汁原味的 海底美味 檀门渔民 有着独特的出海捕鱼方式 他们不靠撒网 而是使用 世代相传的 浇盘浅补的独门绝技 只见两位渔民进入大海后 先使用自制的潜水镜 观察海底情况 然后不带氧气 一头扎紧海水里 伸手十分敏捷地直接用手 从礁石中捕捞海底的海产 他们口中含着的排气管 只是在浮出水面时 暂时性地排水换气 我们设置组所有成员 都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在大海里 完全依靠水下壁气 进行作业的方式 让我们顿时 心生敬佩 随着渔船向大海深处行进 两位渔民开始不断地从海底 捕捞到各种珍贵海产 有新鲜到还没来得及缩回壳的牛眼螺 抓到了 我看一下 好有意思 这个锣是有多新鲜 快看一下 这个锣你看看肉 你看看它这个锣 整个脑袋露出来 因为现在还没有防备 所以没有翻过去 有长着尖锐鱼鳞 藏身在海底胶岩洞穴 和深湖地带的石斑鱼 哇 又一条大鱼 啊 这个鱼好奇怪 有身上长着绚丽的蓝色条纹的深海鱼 哇 这是什么鱼啊 那这鱼真好看 你看 这好像 哇 你看这好像 是从一幅画里面跑出来的鱼一样 有浑身乌黑的深海海参 哇 这么大 还有很难用手直接捕捞的海胆 哇 记录下这珍贵的一颗 这是海胆是吗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船舱里就已经有了不小的收获 你看 你看活的海胆 看到了吗 它那一次在不规则地这样动 第一次碰见这种活的海胆 天哪 看见了吗 打个招呼 但是我觉得它这颜色很好看 是这种白色和橘黄色相间的 然后底是褐色的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海胆 哇 我咽了一口口水 不知道它的味道怎么样 热情的服术宝为了让记者品尝最新鲜的海胆 决定就在船上请我们用当地最原始的办法尝一尝 这就可以了吗 这就可以了吗 哇 五口呢 五口呢 五口呢不痒 哪个不痒 天呐 跟我想的好不一样 翻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哎呦 慢点 好 你看 冲冲是好形状 服术宝用淡水冲洗了一下这一半海胆 递给记者 这样就能够直接吃了 它告诉我们 在平时出海时 因为条件有限 它们也经常这样直接使用海胆 好好好 看 慢点 慢点 就是 它那个 一个棱上就是这样一点点海胆 你跟我这样子 两个零食你觉得干啥 嗯 有一个词 形容美食的时候我知道都用烂了 但是这一次一定要说它 因为放在这里最恰当就是 入口即化 真的是入口即化 而且 那个味道非常的丰富 刚入口的时候 是很不适应的腥味 然后 吞下去以后 发现有海水的咸味 慢慢慢慢的 你再扎他一下嘴 所有的鲜味全都出来了 并且它是甜的 回甘的感觉 然后现在我在跟你们说的时候 整个的口腔鼻腔里面 缠绕的都是属于最新鲜的海胆的鲜味 回味非常不错 从源头 一路蜿蜒向东 万泉河最终在群海市博鳌镇 汇入南海 我们曾在这个河海交汇之地 见证了万泉入海的壮美景色 这个玉带汉呢 之所以有名呢 是因为它真的像一条玉带一样 骨隔在这个 入海口这个地方 直观的说呢 现在往这边看呢 可以看得到对岸 这边是河水 但是往那边看 就是一望无际的南海了 我想做个实验 这个地方按理来说应该是河水 我想尝尝它是不是淡味的 来点水 嗯 这个已经有点咸了 我们踏上的这条 横卧在万泉河 与南海之间的玉带潭 是由海水冲击而形成的 加长的沙滩半道 全长8.5公里 宛如一条玉带 把万泉河与南海分隔开 来感受一下这个 白色的海水 清晨 这边的海水明显要咸很多 虽然不是那种 咸的不能入口吧 但是跟那边的 河水海水混合的状态相比的话 这边真的要咸很多了 因为这些浪花 都是从大海的那边穿过来的 站在玉带滩上 外侧是波涛汹涌的南海 海水的颜色 由浅到深 延伸至天边 另一侧与它相对的万泉河 则水泛银波 河面北风吹起轻轻的涟漪 河海相拥 一咸一淡 一动一径的风景 让人不得不赞叹 万泉河入海口 这处神奇的景致 谢总你知不知道 这个玉带滩是怎么形成的 它是一个是 河海分割成的 一边是河 一边是海 是 然后两边那个冲击冰层的沙 最深的沙滩 玉带滩东西最宽处 约三百米 而最窄处 遇到涨潮时 仅有十余米 因而在1999年6月 玉带滩北部 被国际吉米斯总部 以风格海河最狭窄的沙滩半岛 认定为吉米斯之罪 而且这真的是一种很独特的体验 你看我们从这个海边 感觉好像是在沿海走吧 这样走着走着走着 走到前面慢慢慢慢的不知不觉 你就走到河那边去了 对对对 因为它这个不是一个封闭的 沿着玉带滩向北 行走大约几十米的距离 就可以从南海边 逐渐走到万泉河岸边 海面上这一处百米宽的缺口 就是三江入海口 我们在这可以看到这三条河吗 看到 这个是万泉河的这个 往上去上游 然后这边 这两个是九渠江和隆滚河的 汇河的地方 所以到底是三江入海了 驻足三江入海口 淡绿色的河水涌向湛蓝的大海 使这一片水域精味分明 波涛汹涌的南海 与平静如近的万泉河 形成强烈对比 独特的自然风貌 良好的生态保护 让三江入海口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 在一围 世界河流入海口中 保存最完美的地方 沿着万泉河一路走来 一路上它或在绿叶婆娑的热带雨林中 鱼躯蜒 或向玉笼直下水花梦见 海南人把万泉河称为母亲河 它用温柔和亲人 孕育了海南岛大片的热带雨林 自养出这里肥沃的土地 默默地守护着这颗南海明珠